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牧人青草地 今天我们的经文在历代之下的十八到十九章 这两章呢 记载了北国的雅哈王 还有南国约沙法王之间的互动还有关系 南北国呢 其实从分裂以来关系一直都不太好 可是在今天的经文呢 我们看见南北国的君王啊 竟然当起朋友来了 今天的经文呢 我们看到雅哈即使百般的算计 但不听先知的劝 终究难逃死亡的命运 而约沙法呢 他的生命有功有过 我们就一起来思想 北国雅哈王呢 他娶了西顿的公主也喜别 雅哈他行事悖逆 引进了外邦的偶像 杀害了义人罗伯 抢夺他的葡萄园 他们夫妇可谓是庆祝难书 但是南国的约沙法王不一样 他敬畏神 所以耶和华坚定他的国 犹大众人呢就给他进贡 约沙法大有尊荣资财 他高兴尊心耶和华的道 并且从犹大除掉一切的秋坛和木偶 上帝祝福南国 南国变得越来越强大 原本北国可能是瞧不起南国的 但约沙法在位的时候情况改变了 南国的国力真正日上 约沙法这样的一位君王 也有他的盲点和软弱 在历代之下18章的第一节就说了 约沙法大有尊荣资财 就与亚哈结亲 短短一节经文已经埋下了伏笔 与亚哈结亲将带来南国无比的祸患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当人大有尊荣资财的时候 就容易做错事 得到巨大的成功 可能就是容易跌倒的时候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不要抱怨说 神为什么不让我财富自由 为什么不让我一切顺利 也许仔细想想 这是上帝的保守 让我们永远都知道 我们必须要依靠神 那先知对约沙法王说 你岂当帮助恶人 爱那恨恶耶和华的人呢 因此耶和华的愤怒领导你 然而你还有善行 以你从国中除掉木偶 立定心意寻求神 作为一个君王 约沙法他敬畏神 引导百姓回到神的面前 但约沙法与亚哈跟耶席别为伍 甚至与他们结亲 他受到神的责备 也承担了后果 约沙法的儿子约兰 娶了亚哈的女儿亚他利亚 不仅把偶像崇拜带进南国 在数年之后 亚他利亚起来剿灭王室 串得南国犹大的王位 大魏的血脉仅剩下一个 就是约阿师 这又是另一个故事 有些人认为说 我敬畏神 敬拜神 这是我应当做的 但是我交什么朋友 应该跟上帝无关吧 我持守我的信仰 我站立的我没有问题 如果我们身为父母 我们会不会很在意 我的孩子身边都是怎样的朋友 我想答案是肯定的 约沙法敬畏神 无奈他的敬钱 并没有传给下一代 当约沙法王跟亚哈结亲 他们认为这是一件美事 然而这件美事却成为整个王朝的浩劫 其实这算为约沙法王的过失 约沙法王的功与过 留给今天的我们怎样的借敬呢 做神所喜悦的事 也包含不给魔鬼留地步 我不是说不能够跟非基督徒往来 而是我们应该要更谨慎地 去寻求神的心意 也许我们认定自己 站立的稳 对神无愧于心 但魔鬼总是见缝插针 不会放弃任何一个机会 让我们跌倒 当我在牧养青少年的时候 我会很关注他们在外面的朋友 都是怎样的人 有人说我要加入他们 才可以传福音给他们 但是看到更多的状况是 教会的孩子可能会渐渐地远离神 不要轻忽人际关系 所带来的影响力 我们可以维持基本的关系 但是该分别的时候 还是要分别 其实我们的人生 很少因为工作的失败而毁了一生 但是很有可能因为交友不慎 而圈盘皆输 当我们能够做出分别 选择神所喜悦的事 我们身边的人也会跟着分别 有学生问我说 那我不跟他们继续作弊 不跟他们去夜店之后 我要怎么跟他们切割 我告诉他们说 不用你费心 他们自己就不会再找你了 亚哈约沙法都给我们生命的提醒 即使已经成为君王 依然要降服在上帝的管理当中 今天的我们也是如此 不要觉得自己信主很久 该知道的都知道了 我们不可以轻忽上帝的警告 也不是说我其他地方都做得很好了 生命有一点点缺陷又怎样 我们要记得神的国要的是完全人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主我们感谢祢 让我们从今天的 约沙法王跟亚哈王的 这些故事当中给我们提醒 主啊保守我们在生命的各个部分 都能够为祢分别为圣 主啊我们也不与那些 不敬畏祢的人为伍 求主祢保守 让我们的生命 能够在祢里面看为宝贵 并且看为完全 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靠 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